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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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 政經各位同學 周末愉快 在我們前幾天我們提出來說 要到這個 what do they know.com 去貼問題 問好問滿 因為 what do they know.com 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他們跟政府有合作就是 只要你問到有關 public sector 或者是政府有關的事情 他們一定會把這個問題轉介 而且根據法律 政府必須要公開揭露這些資訊 回答網友的各式各樣的問題 你的問題不管再奇怪 只要牽涉到公資源 公家資源的東西 他們都有義務要回答 當然你會去問到個人的 或個人商業上的問題的時候 個人的隱私問題的時候 他當然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是屬於政府的 像英國倫敦大學的 像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或其他學校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有義務要回答 因此當有網友問到了 蔡同學有關於她從1983年 一路的荒腔走板 包括她1980年開始進入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時候 所有的歷程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就必須要回答 那麼如果是屬於英國倫敦大學的部分 就由英國倫敦大學來回答 屬於政經學院的部分 就由政經學院來回答 結果這個網友很聰明 她又問了很多的問題 英國倫敦大學有點不堪其擾 但是又沒有辦法 因為根據法律她必須回覆 所以她就一一回覆 雖然有很多東西非常官腔 但是在回覆的過程當中 總是會露線 所以她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線索 就是告訴我們說 蔡同學在去年9月23號所揭露的 student record 那個只是部分的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是變造的 因為如果她只提供一張student record 而這一張student record 就是她全部的student record的時候 她只提供部分 換而言之她給我們看的是經過立可白 或者立可待或者其他任何的方式 就像forensic report上說的 是一個erasion 或者是obliteration 就是經過刪改或刪除的 或者是隱瞞 就是貼上去的 然後再把它拿去做影印 企圖在全國國人的面前 記者會的面前 假裝這就是她完整的學生紀錄表 就這件事情來 我們已經請教了英國的律師 她說這個試射的偽造文書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都會成為我們在英國法庭的 成堂證供的證物 好 那麼再一次的鼓勵各位同學 多多的把你們的問題就提出來問 問好 問滿 好 另外我們還要說是 我們在海外的很多的台僑們 他們力推這個台灣正名制限運動 所以他們會在明天早上的9點鐘 在YouTube上面會有一個直播頻道 那我作為一個hub 我就幫助他們把海外的 來自各地的幾大州的台僑們 他們呼籲政府正名制限 這樣子的一個理念透過座談會 一次一次的 他們在兩個星期中辦過一次 現在慢慢擴大 要讓更多族群更多的年齡層更多的國籍 甚至各國外國人外國的政要 更多人來參加台灣正名制限的討論會 我們也歡迎不同看法的人 也可以加入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未來 就是一個兼容並包的國家社會 那麼大家怎麼想像 這個國家未來可以往什麼方向走 歡迎大家來討論來辯論 大家在不同的意見當中 找到共同可行的地方 我覺得來自民間發起的 這個活動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鼓勵 鼓勵大家參與的 明天早上9點鐘 在我們的頻道當中 你可以搜尋到 正名制限海外的座談會 好 那麼今天我們還要繼續來談論文門 我們要來看看的就是蔡同學 當我們去問What do they know.com 他們問了倫敦大學說 有什麼問題是倫敦大學不敢回答的 既然我們問了一個問題 倫敦大學呢 遲遲兩個多月不敢回覆 What do they know 這個關鍵性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不敢回答呢 我們待會在節目當中會激勒 首先我還是很關心台灣的疫情 因為我一直覺得台灣的疫情 讓我覺得毛毛的 我有朋友在LA 在舊金山 在南灣 在北灣 他們都告訴我非常的嚴峻 都一直告訴我說 孩子不要出國念書了啦 孩子先留在台灣嘛 那我就跟他講說 台灣的疫情現在分兩派 很挺陰的 這些醫生都告訴我說 台灣做得好啊 那比較沒有特別強烈的政治立場呢 包括我問了美國的一些 美國人的白人醫師 他們都告訴我說 Ridiculous 他不相信 他甚至用Ridiculous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他有兩個東西對台灣的防疫不以為然 第一個 他認為台灣篩檢率太低啦 所以他覺得這不像是一個認真在做防疫的政府 第二個他覺得Ridiculous的事情是 他覺得怎麼可能在台灣都沒事 出國都被驗出來 他說這兩件事情到目前為止 他認為是Ridiculous 但是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也找不到直接的證據 因為我們不像Chimai Chen這樣可以第一手拿到資料 還可以登paper 講到Chimai Chen 今天我要報一個大料 這個大料就是 現在不是高雄市市長要補選嗎 不是揭入了倒數計時的時間嗎 我大膽的研判 Chimai Chen 在選前會宣布退選 真的你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 我有足夠的資料跟證據來推斷 陳其邁選不下去 為什麼選不下去 我賣個小關子 待會我們大家來看看有沒有道理 我真的說他按照正常情況下來推理 他這場選舉是選不下去的 那除非有其他的解釋 或者陳其邁要開一個記者會來說明 打臉我們 說明我們提出的證據是假的 否則的話 我有合理的推斷 我用20年教研究方法的老師的 這個性度效度的檢驗 我認為陳其邁 他在這個選前一定會退選 因為他不可能選下去 為什麼呢 待會我們再來說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在 我還是最關心的是防疫的部分 我不希望台灣的防疫 為了政府的外宣或內宣 為了政府的面子 或者陳時中很帥氣的說 如果跟防疫出了問題我負責 我請問你你負什麼責 不要說人命你負不了責 就算我跟你講了 就算皮肉傷 台灣的任何一個小孩 或者文人父母的 除了一點皮肉傷你都負不了責 不要說是防疫的公共衛生的漏洞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在澳洲的一位台橋寫的 他說聯合報曾經去追說 為什麼台灣的檢測的結果 跟海外的檢測結果 一直有落差 台灣說沒事 海外說有事 台灣說那就是因為偽陽性 海外不管是東京 或者是在泰國 或者是在歐洲 檢測出來都有 從台灣去就有在台灣就沒有 難道是橘升淮為橘 升淮北為橘 淮南為止嗎 跨越了一個淮河 橘子就變小了嗎 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結果呢 他判斷是因為抓的標準 上下線的這個原因 他說這個原因讓人無言 他提到說我們澳洲光是新南威爾斯這個州 一天檢驗1萬人次以上 只要有輕微的症狀 政府就會鼓勵大家去做篩檢 澳洲的狀況會跟紐約一模一樣 那你可以說因為紐約比較嚴重 其實澳洲的嚴重程度還OK啦 沒有到不輕但是也不是到那種最嚴峻的地步 更何況他們比我們這邊來講 地廣人稀的多 他們的social distance 比我們是大得多得多啊 可是你看人家是鼓勵大家說 稍有一點症狀就去篩 在台灣你有症狀你要去篩 第一個你要掏字掏藥 第二個還不方便對吧 而且美國是三個小時給你結果呀 那麼他們是說 他們大概一天就檢驗出來了 他說政府會鼓勵大家去檢驗 即便是凹頭啾啾 喉嚨癢癢癢的也可以去檢驗 好他說我們醫療人員檢驗結果24小時出爐 好我太太上桌去驗也是24到48個小時 走驗出來感謝神沒事 那他說要防武漢肺炎病毒呢 衛生教育很重要 他說在我們這新西南威爾斯州 新西南威爾斯州 他說我們的州政府的衛生機關都有 台灣昵稱為長輩圖的這樣子的短片到處去發放 再來 不懂為什麼台灣對於防疫這麼輕忽 不要說你不懂我在台灣我都不懂 我苦口婆心一直講 講了半天我還是不懂 那麼 他說我們這個州 維州在墨爾本那邊 週三開始又要進入第四階段的封城 就是因為有些人不守規矩 所以演出了造成陽性還啪啪燥不戴口罩 他說台灣還是很有希望 只要願意面對實際的情況 廣泛的篩也不用大多宣傳 因為台灣人很老實很聽話 那麼都會乖乖的戴口罩 比起澳洲人 澳洲人 快要簡稱澳K 比澳K呢聽話多了 不懂 為什麼這樣做來防疫 等到要出問題的時候 才急忙的要叫大家戴回口罩呢 就是最近不是疾病管制中心要叫大家戴回口罩嗎 前一陣子好像一副沒事的樣子 對不對 再早一點還穿著花襯衫趴趴趴走 一副告訴別人說沒事沒事的 還去接上簽名 太可笑了啦 我是說真的 我跟陳時中是沒見過面 有一次在宣達加入WHO的場合當中 可能我主持嘛 大概就是見一面這樣子 沒有私下交談 我根本不認得他 我對他也沒有好感也沒有惡感 我只覺得政府官員 對我們一個納稅義務人的錢 對一個民主國家來講 我希望他好好做 我們也不苛責他也不苛待他 也不要造神 就持平嘛 但是我不喜歡一個政治人物 這麼愛作秀 而且華而不實 還說什麼 萬一海外的這些所謂的重要人物 進到台灣不簡易 出了問題怎麼辦 陳時中說我負責 請問你我光看這三個字我就知道 你是個毫無責任感的人 你是個信口開河的人 因為你去付那個你說你要負責 卻是負不了責的責 再來我們來看看 好 那麼他就問到澳洲的朋友 就問到了我們一句話 他說這真的對人民比較好嗎 我懷疑 不是只有你懷疑 我更懷疑 進段廣告之後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我說陳其邁選不下去 馬上回來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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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底下 旺底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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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雄市的选情 高雄市啊 最近有些人问我说我对李梅珍的看法 那么海外也有一些人跟我交通 他说你作为一个教授 你打蔡同学的论文打得这么凶 那李梅珍的论文超级这么严重 你怎么不说多说几句话 我说我作为一个学者 我不敢讲自学甚言 至少我们规规矩矩了 我当然不能接受学生的论文是抄袭的 不要说是抄袭70% 90% 7%我都不能接受 两个句子抄袭 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那么你说我们做学者的 我们很容易判断你是不小心 还是有意还是无心 反正这个一看就知道嘛 我完全不能接受任何抄袭 但是我后来看这个李梅珍 他公开道歉 我觉得我用正式人物的标准来看 至少吃尺尽忽勇 他愿意为自己的事情负责 而且是真的道歉 不是这个什么但是可是 but yes however whatever 他是真的用圣经的标准上来讲 就是上帝说 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他就痛哭承认错误 愿意放弃学位 后来虽然说学位不是你说放弃就放弃 然后中山大学就开始 但是政治正确大张旗鼓说要来检讨 如果不必要的时候撤销他的学位 而且还触犯法律 我心就在想说 我不反对所有触犯学位 不管是诈欺诈骗抄袭 通通都应该依法送办 这我们意见本来就该如此 这是一个学术界的基本底线 如果论文抄袭无中生有都没事 那我们的教育体系整个就崩解了 所以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了 那你教育部整个包庇蔡同学 那是怎么回事呢 你从教育部长高教司长一路不但不坑一句 反而还倒过头来帮他遮掩证据 所以我说朱骏章我一定会告你 我绝对告你告好告满 潘文忠 我一定会把你告好告满 为什么 我跟你一点都没愁 你们两个我除了在公厅会见到一面之外 潘文忠我这一生都没有见过 朱骏章我在立法院的公厅会 去年谢谢陈学生委员开的这个公厅会 让我们大家可以面对面 除了那一面之外 而且是远距离 我跟你没冤没仇非亲非故 我不是要找你麻烦 我是要整治台湾的官真 不可以这样子是非不分 那如果今天李梅珍要被这样子送检查 送各方面 那请问蔡同学你该怎么办呢 来 我们来超级比一比 然后我整理一个这个清单 我们来看蔡同学versus 李梅珍 蔡同学你的论文超过了35年 1984年3月超过了35年 没有公开过 李梅珍是2008年7月 她的论文一毕业就上架 超过了12年公开展示 我说李梅珍 你今天如果学像蔡同学 叫人家干净 这么样的狡诈的话 你毕业就把你的论文锁住 36年 你2008到现在才锁12年 没有人会知道你的论文写什么 你就不会有今天大家说你抄袭的问题 所以如果这是可以的 所有台湾现在念硕博士的人 你赶快抄一抄 闭了一页以后马上把它锁起来论文 我说最近我收到了一个桃园地方法院 给了我一个函 问我说 反正就是以前我曾经审过的一些论文 可能要我当证人之类的 我说实在话 我们在做论文审查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比对他哪里有没有抄袭 尤其是在我们早期 我们不会早期也没有网站或者软体去比对 我们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去找 因为这没有办法大海捞针 除非有人检举我们才会去看 否则我们无从知道他的这个引注是不是正确的 但是像蔡同学那样子 什么老师的名字写错了 然后前后不连贯 那个一看就知道 那个就不用讲了啦 但是如果你抄得认认真真的 我们真的是无从抓你抓出来 但是如果被抓出来 告诉我们你的学生这个是抄的 我二话不说 我一定撤销他的学位跟资格 那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我是说当初如果蔡同学这招行得通的话 一个人只要跟自己的这个指导老师很好 像什么陈明通啊 还有什么中山大学的什么陈立童还是什么 几个人专门就是让学生很容易过关的 甚至有这种交换的 那我就找几个这种老师欧帕的 然后把我的论文东抄西抄乱抄一通 最后我过了以后就把它封锁起来 学蔡同学 那我永远不会出事嘛 所以啊 这个超级比一比 至少李梅正把他论文公开12年 蔡同学呢 从1983年到2019年 整整的36年没有公开 被我们逼到墙角 最后他公开的那不是他的论文 对不对 那简单的讲他没有论文嘛 他至少李梅真公开了 你没公开 再来 李梅真有口试委员 有指导老师 你呢 viva口试委员的名字是机密 指导老师只有学士 指导你博士 你也确实人要塞试你呢 再来比一比 李梅真呢 他的这个论文是可以透过国家图书馆 正式收纳任何人都可以查得到李梅真的论文 蔡同学 你的论文呢 回到台湾以后 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过 靠着诠释 硬把你的论文 所谓的论文 还加了一些globical的东西 硬塞到国家图书馆 我再讲一遍 国家图书馆馆长副馆长 我们一定告你 而且告好告满 你放心 我现在是不要起太多的这个 就是太多条线诉讼 免得到台湾把所有案子并一并 并到一个法官手上 一次把你解决掉 好 所以我们会分批做 你放心好了 你慢慢等吧 你慢慢就会等到那个地方法院 或者是地检署的传票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李梅珍呢 因为抄袭被外界抨击 中山大学召开了学术伦理委员会 要撤销她的学位 蔡同学的论文们 不但拿到2019年的论文 硬把它塞进去 国家档案查询网 因为你而去修改 而且还把你的学位 升等相关的资料封存到2049年 这个问题 我跟法纪人士谈过 他们私下告诉我说 这个百分之百违法 因为升等资料的封存指的是 属于个人隐私的部分 比方说 你升等的时候你得了什么分数 你的评语是什么 这个叫做升等跟个人隐私有关的 这个可以封存 这个封存呢也不能封存到2049年 要么他就是不能揭露 要么他就是有条件的揭露 要么他就是某个时效之后揭露 其他一概的东西不但不该封存 更应该主动公开揭露 这是一个法界高层告诉我的 他说所以这个案子呢 一旦打了你们不会输 但是我现在的目的是说 我不要把这个案子全部集中在一起 我们各个急迫 其实我们有很强的法务的 这些学生同学们在当我们的支柱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策略 所以大家不要急 因为一下子告太多 他倒来把你并案 好就像贺德芬林环强是9478号 我是10180号不同时间告的 可是最后并在一起都给黄伟检察官 所以最后万一案子被通通并在一起 交给一个自己人一次把你签结 那你就会忽天天不应忽地地不灵 所以我们就要像跳碳狗一样有他的节奏 一步一步来 你把我关这个我这边开三个 你整我这一条我开你另外三条 我们就慢慢来 我可以告的人可以告的状子至少有20个 我跟你讲至少20个 你慢慢算嘛 教育部国图 还有我们讲论文门五人小组 还有蔡同学还有几个发言人 还有网络上的那些先知 什么提早拿到蔡同学的东西 这些都可以告了 告来当证人 告来当这个被告 你们去举证 对吧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会把我们的举证责任 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举证提出来 然后你去举证说你没有做这个事嘛 好吧 好那我们再来说 最差最差的一件事情就是 李梅珍公开道歉 诚恳的道歉 你还把他保证了 这是我们 sociable表现吗 我在做那个不同的事 所以他在做这个事 所以我也是在做这个事 我还是在做这个事 这些事 你们能不能把你做这个事情 我认为 蔡同学 自己的朋友 你不能在做那些事 你们在做这个事情 要不就 我说 我说 哎呀 我们把真相弄出来就好了 算了 算了 知道真相就好 放他一码生路的 加2 觉得一定要把他关好关满的 加1 觉得可以放他一码就算了的 加2 来 我们来运动一下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调查 加1还是加2 好 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个大新闻 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大新闻是什么呢 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日前说 行政院副院长的月薪2 30 万 结果陈其迈在7月份把他的财产申报 存款13万 各位同学 存款剩13万是蛮惨的 我的人生中曾经有过存款剩13万的 所以我知道那个窘境很惨 我曾经有过这个身上存款比是更低的 好 那是蛮惨的 对 那身上存款13万 奇怪 那台湾怎么了 台湾可能有问题 一个行政院副院长还管资安 还第一作者 这么有才华的人 我们怎么会让他一路当官当这么多 前面又当立委 而且是大委员 现在当行政院副院长兼资安长 这么从政之前也当过党职 还有钱跑到英国伦敦政院学院 去见Giddens David Hale 还在那边待了快一年的时间 到现在身上口袋里落得要存13万 说存13万 按台湾的任务 竟然说存13万 又吵架吗 有可能 有可能 身上剩13万 好 结果 柯文哲 参加这个市府的活动的时候 有人问他这件事情怎么看 他说我佛后慈悲阿弥陀佛 我佛后慈悲阿弥陀佛 我佛后慈悲阿弥陀佛 后来被很多英粉叫嘛 说这个 反正就各种叫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柯文哲这个评语八个字 实在是蛮悲天敏人的 我讲真的 我举一把同情类 如果今天陈其迈身上真的剩13万 虽然我说我现在流浪街头边街头艺人 无夜待夜当中 我愿意忽怨他啦 我是说真的 如果他真的13万 甚至为国这么徐劳 这么尽心尽力 又防疫 然后又这个 消憨悠情 又可以写paper 还拿到大数据 这么为国争光 结果你看 现在基于使命 要去救高雄 又跑去高雄要选市长 这样子心心念念国家安危 人民福祉的人 当官当这么久 做官清廉 吃饭要搅盐 他现在就是吃饭在搅盐 十分在搅盐 那这是 是吃染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我作为一个小老百姓 我再没有钱 我欲援他 所以 七卖钱 你告诉我 你真的只剩13万 而且七月多剩13万 现在应该剩3万了吧 快不行了 七卖钱 你留言给我 你说文正兄 文正弟也可以啦 街头艺人也可以啦 都没关系 我真的剩3万了啦 我现在 我当下马上去偶远你 我就偷朋友 转个10万块给你 好不好 一句话啦 没有第二句话 我觉得一个人做官 做到这个地步 让我局一把同情类 当官当了好几年 都当大官嘛 立委行政院副院长 资安长 存款剩13万 怎能不局一把同情类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昨天 刘洋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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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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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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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nd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 which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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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i know you and you and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 and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 and you i know you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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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